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759集 段有为速度很快 几乎是瞬间 段有为那充满力量的大手 便是狠狠地拍在了解解之上 一声闷雷般的乍响 陡然自解解之上传达而出 那解解也是瞬间震缠起来 一圈圈类似于水波纹的纹路 在上面荡漾 段有为的手臂上 传出了一股庞大力道 他的身体也是轻刻间被反弹而回 倒飞了回来 重重地撞在了身后的尸臂上 看到这一幕张凡的眉头紧皱 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他实在是没有想到 这结解居然会如此的结实 看来咱们小看了这个结解 方言沉声说着 端有为擦拭了一下嘴角鲜血 挣扎着站起身来 有些虚弱地叹息了一声 纵然我的真气实力 还有道行都处在炼气境武断 我应该也不能把旗给破碎 张凡看了看端有为 也没有说什么 这时候于良从结界里面 已经钻了出来 于前辈 这里面什么情况 走吧 咱们出去说 出去说 张凡显得有些疑惑 段有为 非常地有眼泪劲地说道 这样 你们聊 我出去好了 行 那你先出去吧 于良淡淡地 看了眼段有为 从于良 对待段有为的态度来看 于良对于段有为的印象 并不是很好 于良如此直接 拎得段有为微微一正 不过 他也并没有什么犹豫 直接便朝着涌到外面走了 他知道 他是活该 虽然说 四项宁魂阵并非是他所布置的 但是 也是联合会布的 而他 却又是联合会的一员 箭段有为离开 于良望向张凡说道 这阵法呀 根本就不需要咱们动手破 此话一出 张凡和方言的脸上 都是浮现出了一抹惊叉来 此话怎讲啊 于良指了指 刚才节气的位置 这里面有一个阵法 是专门用来对付这四项宁魂阵的 四项宁魂阵 竟要把阴魂凝成的那一刻 这节界里面的阵法 便会启动 将四项宁魂阵 彻底击垮 四项宁魂阵一垮 那厉鬼也就根本没有出事的可能了 听到于良的话 张凡和方言都是有些震惊 打死他们 他们也想不到这节界里面 居然隐藏着 可以击垮四项宁魂阵的 另外一个阵法 哎呀 我可是真的没有想到啊 于良唏嘘地摇摇头 阵法凝聚出的阴魂 必定对那冒天下之大不韦 布下思想宁魂阵的人 是至关重要 他必定对于这阴魂 是充满了期盼 但另外一个阵法 就让他在充满希望的时刻 将他的一切希望毁掉 这两个人 这得是有多大的仇啊 于良看了一眼 仍旧处于震惊 没有恢复过来的张凡和方言 行了 咱走吧 于良的话 把张凡和方言的思绪 给拉了回来 前辈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我过来就是要帮你 根本没必要骗你 另外 到时候你可以自己过来看 是不是如我所说的那般 那这些阴魂该怎么办呢 如果这思想宁魂阵 在最后一刻被破 那这些坑里的阴魂 便可以逃出涌道 好的会去阴曹地府 可怨气重的 很可能会危害人间呢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 刚才我进入山洞之后 已经布置了一个超度类型的阵法 这节节里面的阵法 击垮四项宁魂阵的同时 我所布置的那个超度类型阵法 就会同时启动 到时候 坑底那些阴魂 会在我那阵法作用之下 全部进入阴草 文言 张凡微微点头 不过下一刻 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满脸狐疑地 打量着于良 看到张凡的眼神 于良故作不满地说道 你小子 又想干嘛呀 节节里面那两个阵法 是不是都是你布的 如果这样 就可以把咱们两个 都拆得干干净净 你这想法倒是不错 于良的眸子微微一亮 不过 随后又认真地说道 但里面那个针对四项宁魂阵的阵法 却真的不是我布的 而且 那段阵法 我也布置不了 我布置不了呢 不是因为那阵法有多么的厉害 而是这阵法 乃是内一脉的绝学 除了内一脉之人 谁也不知道布置这个阵法的关键所在 虽然我有堪于眼 能堪破这阵法的阵文 但是我依旧布置不了 看到于良那认真的表情 张帆微微点头 这时候 于良也的确是 没必要再骗他了 前面 能不能跟我说说 你口中的那一脉 是哪一脉啊 这个阵法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绝学啊 这个嘛 咱时还不能告诉你 张帆听了皮皮嘴巴 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这阶级上面 有晋风宗的标志 是不是 晋风宗的人布置的呀 要是说一百年前 晋风宗能布置这个阵法 我相信 那时候 晋风宗里面有一位 风水一脉的强者 正是那一脉的女婿 不过呀 那个人已经死了 更何况 现在的晋风宗 早已没落成了一个二流族门 连布置这个阵法 最基本的条件都没有 文言 张帆眉毛一挑 下意识地问 百年前 这晋风宗的实力很强 就相当于 今天的联合会吧 张帆听了微微点头 又继续说 那他为什么要在节气上面 留下晋风宗的标志呢 是想栽赃 这也不太可能啊 那个人作为联合会的重要成员 你知道的是 他应该也知道啊 最后如果东窗事发 这栽赃也不成啊 毕竟 晋风宗根本就没有布置 阵法的能力啊 听到张帆这番话 于良的眉头 也是微微的一皱 是这么个道理 那为何 要在这节节上 留下晋风宗的标志呢 算了算了 咱也别纠结了 等阵法破碎那一天呢 一切也就真相大白了 想了想 张帆便也不再纠结 点点头说 行 那咱们也不用逗留 走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